海龜湯 有了,我米亞先開了 大家好,我是小吳 我們要8點準時開始了 還有4分鐘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們一起玩海龜湯的 我們有開一個房間 我們的暱稱叫做霸軒小美 然後我們房間名字叫 聚錘瑞斯 笑幹嘛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玩海龜湯 尬聊一下 剛剛看到今天有個新聞 什麼小學生什麼手骨折 因為就讓我想到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上英文課要離開教室 去英文教室上課 然後我們班就很吵 然後我們班就 然後超吵的 結果老師就很生氣 他就踹那個木桌子 然後木桌子就倒了 然後就壓到我同學的手 同學骨折了 喔 英文了 然後那個同學就 喔 我手斷掉了 你說真的 如果現在現在在這個年代 他就會上爆料公社了 好喔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小時候真的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老師一直道歉 然後陪藥費 好像就結束了 開放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開放囉 好一鍵全開 啊啊 那是誰 欸為什麼我開了之後他就滿了啊 好 好 題目就是 有一個男子 走在路上 突然 銀行發生了大爆炸 男子 拿起了電話 不久後 他就笑了出來 為什麼 看臉書 拿卡 他拿起手機 不是為了滑手機 他 準備要打電話給的那個人 是在銀行裡面嗎 他打電話給那個人 他不在銀行裡面 痾 問一下就是 在銀行被炸那個是他的仇人嗎 不是 男子有欠債嗎 男子沒有欠債 男子沒有欠債 這腦洞可以 好喔 你敢說別人啊 幹嘛 這個男子是 銀行的老闆嗎 不是 等一下啊 他銀行被炸了 他幹嘛笑啊 有保險啊 你是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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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銀行被炸了 你笑個毛 去撿錢喔 我付錢被燒了 為什麼被笑 男子是犯人的同伙嗎 不是 他不是同伙 他是另外一家銀行的老闆 哈哈哈 他不是另外一家銀行的老闆 這故事裡面沒有銀行老闆 喂 有聲音嗎 有聲音 喔這個感覺 聽起來就很機靈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 我沒想到我會 這麼太熟 所以我剛才沒有認真聽 哈囉 所以 你不知道題目是在說什麼 對 因為我沒想到我會這麼快就當麥人 他是打給他家人嗎 不是 他不是打給他家人 他是要打電話嗎 他是要打電話 他是要打電話 他是要打給銀行嗎 他不是要打電話給銀行 他打電話給誰 你們先猜這個點 他是打電話給那個 引爆炸彈的那個犯人嗎 不是 他是要去爆料嗎 不是 問問問一下 他是打給他同伙嗎 不是 你看我一直說不是 不管說放炸彈也好 還是 他知道炸彈什麼 還是銅火也好 你們可以先問大方向 呃 男主 和 發生爆炸 銀行這起爆炸事件 到底有沒有關係 你們應該往這個大方向 從大方向去拆 再慢慢的縮小範圍 男子是打給家人嗎 不是啊 他不是打給家人 你還狂點頭在幹嘛 男子不是才就會給家人 那個男子是那個銀行的同事 然後他因為爆炸然後淘過一劫所以在笑嗎 不是 但是很接近 他是打給女朋友嗎 是 對 那他打電話給女朋友之後為什麼會笑 他是因為他女朋友是那裡的員工嗎 是 他女朋友是那裡的員工 對 剛好他女朋友沒有被炸 對他女朋友沒有被炸 我大概猜一下 簡單來說 就是呃 男子他路過 然後呃 他打電話的時候他打給他女朋友 因為他知道他的女朋友是那些銀行的那個呃 怎麼說 員工 然後他很清醒他女朋友還活著 所以他就笑 對這就是完整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一名男子走在路上 突然銀行爆炸了 爆炸的銀行 正是他女朋友在工作的地點 所以他急忙打電話給他的女朋友 得知說他女朋友沒有上班 所以他就啊還好死的不是我的女朋友 啊還好我的女朋友沒事 對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幫小美平反一下 有時候我在留言裡面看到說 這麼簡單還猜不到 我先講解一下 觀眾在看我的youtube的時候 有字幕有圖片 什麼都有 所以你相對的很快速去釐清 這一整個海龜湯的物質結構 可是我覺得今天大家都還是猜得不錯啊 對 你身為觀眾的情況下 你聽到別人在問問 然後有人在猜 你是旁人的時候 反而你說旁人旁觀者清那種感覺 最後一題了 開始囉 我先講 沒關係沒關係我把這題講完 有一天小雅 又是小雅 對小雅 她看完電視後 站起來走出了家門 不久後 一群警察 就衝進了她家 為什麼 有沒有有鹹魚 沒有 這一題裡面沒有 有鹹魚嗎 這題裡面沒有鹹魚 警察衝進家裡面的原因是因為 有壞人嗎 是 有法國麵包嗎 這個故事裡面 這故事裡面沒有法國麵包 無關啦 對無關 躲在小雅的家嗎 是 這一題一下就猜出來了 我味道 我味道飄出來了 對對對 來繼續 她看的是什麼 她看的是 尷尬還是什麼 沒有 她看的節目不重要 OK 就是小雅發現她家裡有人 然後就去報警 是 那小雅怎麼發現家裡有人 聽到神靈嗎 不是 小雅 她離開家門前 她在做什麼 看電視啊 是 她看完電視之後 離開家門的嗎 就因為看完電視 電視裡有什麼 令她想離開家 還是什麼 是 可惡感到還是什麼 就 就8% 然後你就這樣 衝出去 等下 我聽 我不太會粵語耶 小雅你會粵語嗎 我不雞頭啊 你不雞頭 我都不雞啊 哈哈哈 你不是最喜歡老皮的嗎 對不起 我是香港人 我普通話 我普通話 我普通話又不是很好 沒關係啊 老皮 我是香港人 好沒關係 你要想想看 就是 你看完電視之後 你會做什麼 把電視關掉 是啊 你關掉電視之後 電視會怎樣 我被人關掉電視之後 然後我就會 是 街路關掉電視之後 是 對 對對 電視 電視為反蛇 所以她反蛇看到了誰 反蛇是嗎 她反蛇之後看到了懷人 懂了嗎 懂了嗎 關掉電視以後 有黑屏了 然後我看到那邊 電視就加鏡子一樣 對 她看到電視裡 可能後面有壞人之類的東西 是是是 我知道 我知道可能廣 那個普通話 不用不用不用 不會不會不會 我看你節目 以後就慢慢猜出來了 好謝謝謝謝謝謝 沒事沒事 有有這題 對對你猜得很好 好那我公布答案 完整答案 小雅有一天她正在看電視 但是 當她關掉電視的瞬間 她發現 電視中 反射出了 有歹徒的倒影 從她的身後閃過去 於是 機智的小雅 連忙報警 並離開家門 不久後 一群警察就衝進了小雅的家 逮捕了 那名壞人 這就是完整的故事 小雅跑出去了 對小雅又得救了 我們 好了我們做結尾 這是最後一題了 我覺得跟 你有滿身探餒 我好累喔 沒有啦 我覺得跟香港人玩還不錯 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是 老皮是嗎 其實我想問老皮是嗎 老皮就是Jack Jack Jack and Finn Jack 你知道 我們 我們台灣探險歐寶的翻譯是老皮阿寶 對對對 那我們這次 今天海龜湯就先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踊躍的參與 好啦那我們 海龜湯就到這邊了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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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拜 拜拜 辛苦了 好拜拜 我覺得 和香港人玩海龜湯還蠻好玩的耶 可是我廣東話不太好 有點可惜 如果這時候廣東話說得很溜的話 就可以 突然溜一句 然後 好塞雷啊 好塞雷啊 我明明是看港片長大的 可是 卻不怎麼會廣東話 我只會講髒話而已 不要亂講髒話 我只會 我只會 要喝那個 YASIA咧 哈哈哈哈 可是我以前看的那個港片 都是已經翻成中文的 對啊 你如果是從電視上看的話 今天已經九點了耶 今天只會就到這邊啦 想要不要跟大家說賣麵 這樣玩呢 祝大家有個 不會做噩夢的夜晚 好喔 好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下載Mia來玩玩看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一個APP 其實大家上面 都蠻有禮貌的 而且我們 你發現一件事嗎 它上面不只台灣人嘛 對啊 還有 香港人 剛剛還有一個很像大馬人 我不確定是不是 那個女生 很像馬來 很像馬來西亞人 然後又 又有點像新加坡 她說 口音有點像 又有點像大馬 又有點像新加坡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啦 我是單純聽口音猜測 今天玩完之後 真的覺得我可以 我覺得真的覺得 可以去學一下廣東話 我覺得把廣東話說得很溜 好像很厲害 我那沒什麼一大 大家慢慢來 好 關播了 小朋友來自拍攝 小朋友在拍攝 小朋友 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